The sky is the limit 天空将是它的天花吧 挑选几只比较有特点的股票来讲一讲 如果说您所关注的股票 不在这里面 可以回头私信我 我们单独聊聊 好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新加坡的大盘海峡十号指数 SDI的走势 在本周一的时候出现了我的 出场点信号 那在周一的时候他的上 工乏力 紧接着就是 几天的下行所以他的 走势跌破了我们之前说的3150点的关键点位 所以就变得比较弱势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他下方的60日均线 也就是3125点这样的一个 地方不会破 那这说明还有上行的这个机会 SDI ETF牌子挂牌基金方面呢 其实在上周的视频当中我已经提出了 就是他在 1月20 1月12号 礼拜五的时候出现了我的 出场点信号 然后整个走势呢 就变成的 不是特别好 那本周继续下行 在3块2 这个附近 有所支撑 也就是他的60日均线 所以下周呢 在这个60日均线附近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争夺点 如果说继续能够获得支撑 所以接下来继续反弹的可能还会在 银行股方面啊 首先是DBS DBS呢 本周跌破了60日均线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红色丝带的下方 他的短期表现不是很好 但是长期我依然坚持看涨的看法 OCBC Bank 华侨银行是三大银行股当中 本周表现比较强势的 一支股票 那本周啊 整体来说是微微收涨 对他的看法 短期和长期 我都觉得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UOB 大华银行在27块半的这个点位上 获得了一个支撑 所以这个价位呢 也是60日均线 短期呢 看着并没有特别 强势的反弹的走势 但是长期我依然对 银行股比较看好 那至于是什么原因啊 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也都多次讲过 大家可以翻翻看我之前的视频 另外一个老生长谈的股票呢 就是云顶新加坡 那我的看法 那我的看法依旧啊 长期走势和短期走势呢 都是一个向上的 一个看法 香港 香港置地 我的看法呢 其实是 看跌 那上周的视频呢 提醒大家 一旦 3块3的支撑点位支撑不住的话 大开率会再次下行 那现在 看不到下一个支撑点 会在哪里 但是现在呢 我会等下方的超卖红柱啊 一直变成白色之后 我再来看这支股票 所以 对这支股票有兴趣的 朋友们可以时刻关注我的视频 等下一次红色柱变成白色柱的时候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家庭CNC这支股票呢 是随着COE最近的波动呢 更多的人啊 想要去买车 那我相信对他的走势呢 是一个利好 那盘中在周五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到有一根大阳线的拉起 伴随着下方的交易量的增加 表现非常的强劲 所以我觉得下周还可以继续的关注 这支股票 机宝企业 CAPCOE这支股票呢 长期走势 趋势依然是向上 那短期方面 是在6块8附近是获得了一个 这样的支撑 短期的 回调 不妨碍 长期的上涨了一个走势 新翔集团 SATS 他的 在周一 出现了一个顶部的十字星 紧接着第二天呢 出现了一根 阴线 所以两者组合 就变成了一个 下跌的一个信号 那对于他来说 本周的调整呢 其实是属于上涨 过程当中的一个 回调的现象 我个人觉得还不用特别的担心 现在市场上对他即将公布的业绩 抱有非常好的一个期待 SATRAM 这支股票 本周继续延续震荡的一个走势 支撑点位呢 或许是在下方的0.110 SAMCO 这支股票长期来看 依然是属于一个 上涨的走势 但是在周五的时候呢 出现了我的一个 出场点的 一个信号 那说明 短期承压 有仓位的可能要注意回调的风险 那支撑点位呢 或许是在之前突破的 5块2毛半的 附近 SIA这支股票一直是延续着震荡上行的一个趋势 我对他的看法是属于长期 看涨 那对于这支股票也是老生常谈的一支股票啊 如果说大家对这支股票有兴趣 欢迎看 欢迎翻翻看我之前的视频 Wilmar International 这支股票呢也是本周啊比较下跌的一支股票 他依然是处于一个下跌的通道之内 那但是底部呢 已经隐隐出现了我们的 红色 超卖柱变成了一个白色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可能短期方面有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 杨子江啊 这个船业 杨子江shipbuilding啊 这支股票呢 是本周 为数不多的一支 强势股 那长期和短期的走势呢 都是 上涨 这样的一个 表现 所以是重点 可以关注的一支股票啊 这支股票在之前的视频当中 尤其是在上一期的视频当中 我是重点讲的 一支股票 那对于 新加坡的 房地产信托啊 还指房地产信托 Race方面来说呢 本周啊继续了一个回调 那是因为本周对于降息的预期 又有所降温 所以房地产投资信托呢 依然 是一个 可以趁着下跌啊 然后入仓做长期投资的一个机会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那 另外一支股票呢 就是 17 Live 它目前的已经跌破了1块4 这样的一个支撑点位 短期上呢 不是特别好 那下方的超卖红柱 连续的超卖红柱 还没有变成白色 所以还不是一个最佳的时机 那等什么时候变成白柱呢 我会第一时间在群里 然后发给 客户们 如果说您还不是我的客户 欢迎 扫描 二维码 填写Google phone 联系我 成为我的客户先 AEM这支股票呢 是属于本周啊 最惨的一支股票 是因为它的库存呢 出现了缺口 可能会影响到 2023年的财年盈利 所以被多家的证券公司 下调了评级 那短期非常的不利 那对下方的 超卖柱呢 超卖红柱 什么时候变成白色 我们再重新来看一看 所以还是那句话 如果说还不是我的客户的朋友啊 欢迎 连续我开户 这样的话 等什么时候变成了白注 我就可以第一时间 通知大家 最后一支股票 今天想聊的 就是 未来汽车 NIO NIO这支股票呢 我在 前几期的视频当中 也跟大家说了 支撑点位呢 7块8 和7块 这样的支撑点 如果都支撑不住的话 那大概率会 继续的下行 那随着中国 新能源汽车的竞争 越来越激烈 所以未来汽车呢 在 上周也进行了变相的促销 来降价 卷入其中 所以对它的股价呢 造成不利的影响 但是 我们可以看到下方已经有超卖红柱的出现 等什么时候超卖红柱变成白色 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更新 所以啊 如果还不是我的客户 欢迎扫描 视频上方的二维码 填写Google phone 联络我 OK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这样啊 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讲这么多 如果说您想咨询 其他的股票看法 欢迎私信我 OK 那本期的视频就这样 咱们下期见 拜拜 好了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